大风车 江果是多么想得到一个冠军花花 江果当然是转盘子的冠军了 到底会在哪 大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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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明媚 奇妙小镇新的一天开始了 咪咪准备上一盏 五个盘子 六个人 她还需要一个盘子 江果想到了一个玩盘子的好办法 咪咪拿来盘子 一二三四五六 大家这是要干嘛 原来今天可是奇妙小镇的运动日 秀秀每年都要制作冠军花环 江果是多么想得到一个冠军花环啊 赛福总是能赢得很多奖 去向他学学 这个许不来 静走小王子 再跟他学学 可是费了很大力 还是没学来 不能气馁 继续跟着练 结果不是大马趴 就是嘴啃泥 小蹦床 跳跳跳 好 让我学学 看我的 本事没学成 人却上了书 运动会 运动会 正式开始 第一个比赛项目 是翻跟斗 肯定是秀秀 肯定是秀秀夺冠 无人能敌 怎么样 祝费秀秀秀 第二个项目 是呼拉圈 冠冠冠 冠冠 冠冠 当然是 就 糟蹦 是秘密了 江国好失望 这个项目是江国喜欢的空主 赛普太帅了 冠军自然是赛普 项目多多 冠军多多 但是没有我 最后一个项目 把鸡蛋留在勺子上 江国太想赢得这场比赛了 于是他耍了个小手段 不用愁 不用脑 我有包包的超级焦 咚咚咚咚咚 最后一项比赛的冠军得主是江国 但是 为什么他的鸡蛋那么奇怪呢 耍手段赢得比赛可不好啊 江国 江国只是太想体验一把冠军的感受了 我们一起来帮助帮助江国吧 这最后一个项目是转盘子 这项比赛可把大家给难坏了 转盘子 这才是江国的拿手好戏 哈哈哈哈 大家看看 这还用问结果吗 很明显 江国 当然是转盘子的冠军了 不要用手段 要光明正大 公平竞争 得奖的感觉真棒啊 一天早上 包包正在看一本恐龙图书 他最喜欢恐龙图书 因为恐龙和自己一样大 恐龙越大 包包就越喜欢 大的东西谁不喜欢呀 何况是神秘的恐龙 这个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恐龙呢 包包好想亲眼见一见 对 我得出去找找 如果找到了 一定要和他拍张合影 到时候朋友们肯定会羡慕死我了 这个恐龙 到底会在哪呢 对 恐龙要是口渴了 它就会来广场上的喷泉和水 所以就躲在这里 等着恐龙准备错 难道是恐龙来了 包包听到这声响 激动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那不是恐龙 是赛普 赛普也被包包吓了一跳 很显然 赛普并没有看见什么恐龙 挺失望的 不过没关系 再找找看 一下子就找着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那不是一个恐龙蛋吗 这哪是什么恐龙蛋 这是琪琪的玩具球 宝宝 宝宝 给琪琪看恐龙书 哪有什么恐龙 不行 我还要继继继续找 这恐龙真是很神秘 宝宝星的花园里有条长长绿绿的东西 这一定是恐龙的尾巴 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尾巴的另一头不是什么恐龙 而是秀秀 秀秀当然也不知道 包包口中的恐龙 这让包包失望极了 到底在哪才能找到恐龙呢 这时 秘密的餐厅里传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听着就像恐龙在吼叫 没错 恐龙一定就在那 原来不是恐龙在吼叫 而是秘密的电动搅拌器 秘密也没见过恐龙 不过秘密想 如果附近真有恐龙 它肯定喜欢吃包子 秘密做的包子那么美味 有谁不喜欢呢 包包包还放上了一个小铃铛 这样恐龙在吃包子的时候就会发出响声 我就能找到它了 结果包子吸引来的不是恐龙 而是将果 包包包绝望了 它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都没能找到恐龙 也许 也许朋友们可以告诉它恐龙 可能藏在哪里 朋友们告诉包包 现在已经没有存活的恐龙了 看着包包包很难过的样子 大家想 我们一定要帮它振作起来 也许大家能够让包包找到一种很特别的恐龙 包包现在已经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 直到那天塞浦说 他知道有关恐龙的事件 包包 你看这 恐龙的脚印 跟着这脚印 也许 就能找到恐龙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哪是什么恐龙啊 恐龙穿着鞋长了六条腿 恐龙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没有什么真恐龙了 这可是朋友们特意为包包装扮出来的恐龙 包包高兴极 还有一件事情可不能忘记 那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 就是跟恐龙合张影 多么难忘的巡龙之旅 包包找到了他独一无二的最有趣的恐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风球 只要只要有一转 这里的风景 大家好看